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第二节的股谈事件 上一节我们说过河南银行存款户就维权 但其实近来内地维权不单止他们 近来连烂尾楼的买家都开始维权 就决定了拒绝在供这些新的楼花的供款 因为认为层楼永远都收不回 先生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内房问题的延伸 以及这个问题引起银行体系不健康 现在很多内房开发商出现债务违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现在做什么呢 政府其实是 各区什么钱都不还 都先要建好 要交楼 交楼是放在第一位置的 是 问题是 他们是想交楼 但是因为 因为经过 现在房地产市场经过这件事的冲击 市场的信心就受到影响了 他们的新盘 是 卖慢了很多 我们知道 一些严重的 可能 最近卖到的新盘 和去年比 差不多 就是 倒退 卖到以前的 六成 没有了四成 买了一些严重的 可能一半都不够 就是销售量下降 销售量下降 对他其实就是 收到的钱慢了 收到的钱慢了 他又想卖快些 那就要减价 有时政府不让他减价 又行价 卖得慢 钱回笼得慢 一减价 减价令人更不敢投资 变了有一堆出市的开发商 销售速度提不起上来 提不起上来 他建房的能力 都受影响 之前有些卖了 卖了那些人 有些是建筑器供款 他说 你会不会建不了出来 建不了出来 我现在供 就是出了市 我就亏多些 可能有些人不供 有些可能是 根据买卖合约 他什么时候要交楼 交不到是可以不供 这些情况 会造成一些 负面的连锁反应 第一种说法就是 银行是把关不力 把这些按揭的钱 先给了发展商 所以令到层楼难尾 其实是否这个事实 你说会不会有些 以三线城市管理不善 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其实 机会很微 因为这些情况 都不是第一次出现 政府都吸收了经验 在一般大的城市 你卖楼的钱是 放在银行 银行是 当你需要 找建筑费的时候 有专业人士的批准下 才可以用那笔钱去找数 例如你买车 你要装车 人家送车过来 就要找数 你就可以拿部分楼款去找数 为什么会说 找了钱 用完 你卖得少 你卖得两成 人家装车 你不可以装置两部先 另外六部不装置 你都要 都要 你都要 拿钱去找 你把发展商都要自己填 都要找 就不是说 不应该付的钱 都给了 很可能是他卖得少 那些钱就拿去找 先生的意思是 未必银行出现问题 反而可能是销售低 引致难利 最主要问题就是 销售速度降低 或者是市场对投资的欲望降低 是 因为 所有的市场 房地产市场 要做得好 都是生股力量一起进来 才是市会升 用家 最实际的叫做江衰 投资者 长线的 买楼收租 投机者 短期 炒楼 炒楼 生股力量一起出来 现在 投机者就没得玩 银行就不借钱给你 投资者 都受影响 你只靠用家支持 你当然是托不住的价 所以价就回落 回落 连用家都不想买字 所以现在 你要市场好 一定 又要投资气氛回来 但是这样 又不是中央想见到的 中央想防住不炒 想体现楼宇的使用价值 不要只体现它的转让价值 但是 你要资金日来 你一定要转让价值上升 它们才来玩 如果它们个人不来玩 你的价钱 便托不住 所以这次问题 都是跟楼价下跌有关 我问浩德 例如2008年的次案 即是美国的次案 都是由开始 一些业主不供款 开始引起 令到银行体系出现问题 再波及其他的范畴 你认为今次内地这种 烂尾楼不供款 会不会有机会 开始文说已经在确散 可能已经超过100个楼盘 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你认为会不会 确散到真的影响银行体系 第一 我同意大部分 真的认真大型的金融危机 其实一定跟房地产有关 因为其实每一个经济体 最大都是房地产 2008年金融危机 香港当年97之后的金融风暴 基本上全部都跟房地产有关 但是你说国内现在的情况 虽然有些零星有些所谓烂尾的情况 但是其实预售款的控制 在国内已经很严控 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地区都有自己 即是不容易拿到不展 是吧 反而如果大家记得 第一季时间 其中一个政府去支持住房不丑大政策下 又不想那些开发商太辛苦 都是加速他们那些 现在其实政府已经宽松的货币政策 之前是太紧的 降准减息 变成市场上资金基本上是相对充裕的 我们在内地的同事 本来想着比如上海封城了这么久 一解封 很多人可能之前没有得卖 现在卖 价钱可能会跌 但实际上因为政府银筋松 那些持住房的人 现在不急于要钱 不急于要钱 价钱便会重复一点 其实政府已经看到的情况 是正在做事 不过当然不是所有地方 譬如你说银行 耕空 有没有管理不善的城市 有些人偷计 很多 如果整体的管治水平 大陆是参差不齐 新浅、上海、一线 做得好些 天津、武汉 那些次一级 差一点 如果你去到 去到 郑州、济南 可能有一级 差一点 有些是原级的城市 可能有差一点 是会有差异的 那两位认为这个问题 会不会真是蔓延 而政府 会不会今次真的需要 落手救市 浩德是什么问题 现在正在救市 可能真的要 可能好像 刺案要买一些烂尾楼 自己搞定它 我觉得可以比较一下 过往经验 美国2008年的刺案 我记得 阿斯珊以前也有说过 其实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借特 借特其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当年美国刺案 因为人们明明没有能力 借很多给他 所以他就顶不住 当年 香港1997的时间 仍然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当时 炒卖或借贷 都是比较厉害 国内现在的情况 虽然借得最多的 其实反而不是买楼 是内房开博商 其实很难救 因为借特了 但是你说 实际上 是不是这几年大陆 借很多钱炒楼 其实似乎 比高峰 已经回落了很多 所以会不会很多人 真的说楼价下跌 然后被迫会断工 然后又触发更多的连锁反应 其实我就觉得 暂时未去到这么严峻 而且最新的媒体说 一些外媒说 这些南美楼的规模 是820亿美金左右 就是几千亿 但是几千亿 相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或者中国一年一万亿 一百万亿的GDP 其实都是很小的数 所以你说是否会 对火式连环船道失控 现在当然是有一定的压力 大家从房价 从地产开发商的经营 都是辛苦 但是你说 一个很系统性地产 卖不动 正如施先生之前也有说过 其实六七月份 销售油不是真的比 不是很差 如果市场上真的 很多人断工 断工之前会做什么呢 最好是找人承折 如果有人承折 断工可能被人没收层楼 他可能加了一期 卖出去 连那一期也收不到 他便砍砍算数 如果他是 譬如 已经入了火的楼 他住都住 他不会这么容易断工 之前传说有五千万个热主断工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我相信楼价就跌得很急 但是暂时就 先生 你观察到楼价跌 我们看到有一些 就是三四线情市 发展商放盘 是有困难 他们减价的多了 但是二手市场的小热主 就是抛售 恐惧 情况未曾去到太严重 香港也有些人买了内地的楼 发展商出问题 可能要搞几年才找到白武士折首 或者政府折首 这个就会出现 但是是否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看你什么叫普遍 每个城市都有一宗两宗 这就不奇怪 现在应该是一手 和民企发展商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某程度 现在也说 供给质又改革一下 各企就会处理这些一手烂尾的项目 听完施先生说 我都放心 我们讲一讲美国 其实过去几集 或者我们一系列都曾经说过 最新出的通胀数字 就是按年计去到9.1 但是反而令到美汇指数 就是破身高去到108 对欧元竟然出现一对一的情况 大家怎样看美国和欧洲 会不会其实 就是欧洲经济 其实已经比美国更加差 未来的前景更加恶劣 我觉得怎样看 我自己觉得这是相对概念 其实现在全球都没有 这个通胀和经济下限压力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要处理 当然日本就特别一点 它都继续去放水 所以欧元也跌得特别厉害 但整体其实都是差 不过如果你真的拿去称一称 欧洲和美国比较 欧洲两方面都比较 通胀压力比美国更加大 再加上今年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很多能源价格各方面的进出口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 就令到它乘以时 就火上靠油会更加辛苦 反正经济压力也更加差 所以如果按照称 其实欧洲现在整体的形势 其实都是不容乐观的 无论欧洲的股市也好 或者你从资本市场 看看所谓CDS 大家在2008年记得CDS 人们怀疑的风险有多高 其实欧洲升得很急 不过我经常跟朋友说 你看看美国或者中国 其实全部都一样 全世界大家都担心怀疑的风险 因为大家都看到运功的压力 不过美国有好一点 因为震仰在欧洲 第二 刚才施生在我们休息时 也特别提过 由于这些钱 全球都有担心经济的限量压力 所以有少少避险 结果那些钱就回到美国 就帮帮他 他收水的时间 就有些外力帮帮 变成他相对地会觉得好一点 美汇指数上升是由于美汇指数 是跟其他国家的货币汇价作比较 包括欧元最大 欧元应该接着一半 只是比其他的货币好 但是美元如果是跟物价指数比较 其实它是贬值的 就是你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就是同样一元美金 你上个月买到的东西 这个月买不到 所以其实美元也是贬值的 跟购买力来说它是贬值的 跟欧洲唱 跟日本唱 它就有好处了 先生 难不及欧洲出问题 欧洲其实一打仗 不在美国打 美国当然比欧洲更好 欧洲 欧洲最强以前是德国 德国是制造热大国 除了中国它也很强 但是因为油价上升 德国好像上个月 由1991年开始 第一年出现贸易赤字 有10亿欧罗的贸易赤字 最强的处境 其他国家可想而知 所以欧洲变成重灾区 所以很多人担心 美国出问题 可能欧洲这些受影响更加大的国家 大家要更加小心它的投资 或者股市 我们今集的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股壇事件 记住 喜欢我们《财经730》这个频道的节目 一定要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令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